去年上任的帛琉共和国总统会数人 上任两个月就首度访台 时隔一年国庆前夕再度来台 总统府一早以军礼相迎 两国元首致辞典都在在显示彼此的文顾邦誼 而会数人此次前来不只参与玉山论坛 也将签署两国协定及意向书 这也与后续会数人在台行程信息相关 像是拜访数位发展部 交通部 财政部以及园民会 其中园民会的行程 预计针对园民观光的永续发展 进行深入交流 也刚好10月13号碰上台湾边境限制放宽 会数人期盼未来在帛琉 可以见到更多台湾观光客 总统蔡英文也提到 台博拥有共同的南岛民族文化 并享有民主自由 就盼着紧密的关系 能反映在后续台博航运 国际金融 农渔业 以及原住民事务等 会数人国事访问的重要议题 原市新闻 阿拉什许佳荣 台北市采访报导 将来市新闻 的项目